县府社会及劳动处,为了让本县在台合法外籍移工能疏解工作压力,并提倡移工休闲娱乐,日前也于南投高中,举办外籍移工趣味精赛运动会,共有300多名外籍移工报名参加,借由举办运动会的方式,带给外籍移工朋友们有趣及健康的活动。 外籍移工朋友们来到南投县,为我们的经济的付出,还有一些家庭看护的工作,他们都非常尽心尽力。 为了感谢这些移工朋友们对南投县的一个贡献跟付出,我们南投县政府特别争取劳动部的就位安定基金来补助经费,来办理移工趣味竞赛。 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说,让这些移工朋友们在平常工作繁忙之余,能够借由这个趣味竞赛,能够让他们疏解身心。 县议员Lensh表示,相当感谢县府的用心,对于移工朋友相当重视,每年都举办外籍移工运动会,借由运动会来让移工朋友们互相交流,并且疏解工作上的压力。 我们知道外籍移工来到我们台湾呢,有很多的地方要去适应,那么透过运动是最能够让我们的压力能够抒发。 所以每年这个时候呢,移工就组队了很多的一个队伍,包括我们的趣味两人三角啊,或是这个趣味竞赛,都让我们的移工朋友玩得非常的开心。 我们见到我们和乐的气氛,同时看到我们外籍移工来台湾所展现的这种活力,我想是值得我们互相的交流跟学习。 尤其是县政府呢,非常重视我们移工朋友,不管是在场域上的工作安危,或是在家庭上的一个互动,跟人际关系的一个维护,再再都能够帮助我们外籍移工自我能力的一个提升。 县府社会及劳动处,也借由此次的运动会,颁发人口贩运贴图比赛,以及移工宿舍环境评评竞赛给予得奖人员。 县衣员内衣雪也肯定县府的用心,也期许,移工朋友们能够在台工作之余,欣赏台湾风景。 记者中文句,南投采访报道。